噴筆 噴筆 我們今次會介紹噴嘴的分別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我手上只有德國噴筆 這是德國的皇冠頭 它是通洞的皇冠頭 另外,最多人認識的德國噴筆 就是這支Infinity Infinity的頭就是牛角頭 然後,日本品牌的噴筆 例如,郡士、Iwata 這些岩田噴筆 他們的噴帽通常是蜜蜂噴帽 如果是換了噴帽的 就會像現在這支Iwata 岩田 HPCP 它就是這個,我們叫王冠頭 對 對 甚至有些噴筆 像美國伯爵這支105 它是外露針頭的 對,外露針頭的 好了,介紹完噴帽的設計之後 介紹一下怎樣刷不同噴筆的銅嘴 我們首先會試刷德國噴筆的銅嘴 德國噴筆的銅嘴是最簡單最容易刷 只需要把窗口扭鬆 這支銅嘴就會自己脫出來 它的好處就是脫了出來 容易清潔 還有噴針領鬆這支螺絲 然後整支針可以向前推出來 德國呢 所有H&S噴筆的拆法都是一模一樣的 不需要任何工具都脫掉了唐嘴 接著到美國噴筆 美國噴筆都是不用工具 同樣地只需要領鬆窗 同樣地的銅嘴 就脫掉了 同樣地的銅嘴 同樣地的銅嘴 因為它的設計比較特別 針還未有一個波波 所以就算你領鬆這顆螺絲 針也不可以向前推出來 不過向前推出來 你可以擦乾淨前面角角 接著才拔針 這個就是美國噴筆 Extreme 105的設計 然後到日本和台灣的噴筆 大部分日本和台灣的噴筆 都是這樣拆的 一樣我們會脫筆尾 一樣需要脫掉槍頭 現在可以看到針 其實針是隔了出來的 為安全起見 我們會先把針 拔出來 拔出來 我們就用它 跟給你一個士巴拿 或者是棍士出的 這個專拆銅嘴的工具 扣著這顆銅嘴 逆時針扭 扭到盡量 這顆銅嘴就會脫掉出來 這顆銅嘴 留意日本和台灣的銅嘴 大部分都是這麼小的 所以要小心不要不見 在嘴巴做出的 它們要用這個 擺這個銅嘴 很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